HELLO 大家好,我是Youtube 是的,今天又為各位帶來了一個重量級的角色 它是一台數位相機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MECON P1000 為什麼會特別挑這台機子來跟各位做分享呢? 主要就是說 現在的手機 不管是Apple或者是Android之類的 他們的拍照效果都已經非常好 就一般的使用需求上來說 都已經是大家能夠接受的一個畫質效果了 所以很多小型的數位相機 目前就漸漸視為 被手機來取代掉 那作為數位相機 要如何不被手機取代呢? 就你必須要有一些驚人之處 要有手機做不到的一些功能 才能夠存活下來 被消費者所侵賴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呢 是日本大廠 NECON的一個產品 它的型號是P1000 先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它的一些規格 那我們再來提它的特別之處 如何能夠不被手機給打敗 首先簡單說明的就是 第一,它是1600萬畫素 然後被造式的CMOS F2.8-8的一個光圈 錄影的部分可以拿到4K 30P 或者是25P的一個錄製效果 近拍的部分最低可以到1公分 那除了相機本身的一些基礎結構之外 它的鏡頭前端可以在外掛 77厘米的一些濾鏡 那除了本身有內建麥克風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外接 3.5mm的一個麥克風 來增加它的收音效果 那另外就是這邊 也可以在外接電子快門線 然後上面頂端這邊基頂 可以外接TTL的閃燈 當然主機有內建閃燈 是當然比較小嘛 所以如果覺得它的亮度不夠的話 就是可以在外掛TTL的一個外閃 所以它的基本規格或者是功能 大概都與單眼相機有所雷同了 可是單眼相機 如果要做到像它這麼長焦的一個鏡頭的話 應該說是造價不菲 售價當然就會相當驚人 那這是以一台比較平價的一個方式 來呈現的一個大炮型的數位相機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帶到它的重點 這個地方 125倍的光學變焦 那換算等效焦長的話 廣角端是24mm的 那到最望遠端的話 24x125剛好是3000 不是300,3000 你沒聽錯 24到3000的一個等效焦長 那 120倍 講起來很空洞 也不知道它到底差別在哪邊 那待會我們就到戶外去做一個實拍 擷取一些影片跟相片 來同時做一個比較 大家可能就會比較有概念說 像手機它可能只有廣角24x25x28之類的定焦 那跟這台大炮 125倍 到底差在哪裡 到底差多少 走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做一個簡單的接拍測試 我手上拿的有我的手機 Sony的XE1 跟我的相機 Cashio的EX100 還有我今天要測試的 Econ P1000 那手機當然是只有定焦 就是只有光角的部分 那EX100的話 它有10倍的光學變焦 那最厲害的當然就是我 P1000還有125倍的光學變焦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 它三台機子所呈現出來的差異性如何 那我就先用我的手機 Sony的XE1 來試一下它的拍照效果 那因為手機它只有定焦 所以它是一個廣角鏡頭 看到的景物當然非常的寬廣 可是當你想要拍遠一點的東西 或者是人物的時候 你就是沒有辦法把它拉進來 所以你拍到的人物就是小小的 那這個就是目前手機 比較受到局限的部分 除非說目前漸漸上市的 可能三鏡頭、五鏡頭 還有遠焦的鏡頭的話 可能會改善 但是如果針對一些只有定焦的鏡頭的話 這就是它的宿命 那可能有待科技繼續進步吧 那麼接下來 就讓我們來測試一下 Cashio EX100 那這台相機的等效膠長 是28-280 10倍的光學變焦 首先我們看到的一樣是 最廣角的部分 28厘米的廣角鏡頭 那接下來我們就慢慢的把鏡頭推出去 這相機有點老舊 所以對焦速度有點慢 那目前就到了10倍光學變焦的部分 本來很寬廣的景物 可以放大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正中間這個上星的招牌 也稍微看得清楚它的字樣了 可是還是略顯小了一些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更長效的一個焦頭 那待會就來試試P1000它的125倍表現到底如何呢 最後要登場的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NECON的P1000 那目前呈現的一樣是它最廣角端 24厘米的一個鏡頭效果 那接下來慢慢的我們要把鏡頭推出去了 我抱歉今天風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風切身會比較大一點 還有就是雖然我已經上腳架 不過晃得蠻嚴重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本來廣角端什麼都看不到的狀況之下 現在撈到望遠端 3000mm的一個鏡頭 也就是大概125倍的一個等效焦長 在遠端的一個字體 我們可以把它拍得一清二楚 我們再把它縮回來看看原來的樣子 沒錯就是差這麼多 這個就是NECONP1000 125倍光學變焦鏡頭的厲害之處 我先用我的手機來拍一下月亮 因為手機沒有望遠鏡頭 所以只能遠遠的拍 看得出是月亮 但是不知道它是月圓 還是有缺角的一個狀況 那麼換我的相機EX100 那EX100是有10倍的光學變焦 可以明顯的看出 今天並不是月圓之夜 月亮是有缺角的 那接下來就是用P1000來拍攝 P1000最大可以到125倍的一個光學變焦 所以它已經能夠非常清楚的看到整個月亮的表面了 既然拍了月亮就順便來拍一下夜景吧 呈現出來的效果相當不錯 雜訊抑制能力也相當的好 回到室內來試一下近拍 這是我經常戴的佛珠 它的細節、紋理都能夠拍得滿清楚的 近拍也是相當了得 那這是它的景深效果 也是非常的棒 看完剛才這些簡單的一些 相片跟影片的比較 雖然說因為經過影片編輯軟體 處理過之後 它的效果、清晰度 可能沒有直出的JPG那麼的清晰 但是基本上應該不難分辨出 就是手機的定焦 然後10倍的光學變焦 一直上去 到了125倍的光學變焦 它們的差異性大概有多大 那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大炮型的相機 所有相機 能夠一直不斷的還是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喜好 那包括Sony、Canon、Nikon等等的大廠 也持續都有推出一些新的機型 來供消費者做選購 那看完今天的一些簡單的比較之後 歡迎各位加入大炮一族 享受打鳥、打飛機、打月亮、打星星 得樂趣 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也歡迎大家對我的影片能夠點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謝謝 什麼新商品 健康 什麼 säga 韓國